在2021年 是中共成立100年 一方面 中共宣傳機器正在帶張旗鼓 宣傳百年中共所謂的 輝煌歷史和偉大成就 另一方面 中共黨魁習近平卻旅出危言 與經黨內外 爆中共正在面臨亡黨危機 在1月22日 習近平在19屆中紀委第五次全會上說 腐敗仍是中共最大威脅 在23日 中共官媒《新華社》發表解讀文章稱 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 一些腐敗分子結成利益集團 妄圖攝取黨和國家權力 也就是說 有人想搞政變 奪習近平的權 在4月25日 習在廣西桂林參觀雙江戰役紀念原時說 困難再大 想想紅軍長征 想想雙江血戰 而雙江血戰 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敗仗 習出此言 外界解讀 中共正在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局 習把當前的大困局 與當年的雙江血戰相比 可見習心中壓力山大 還有人問 習要跟隨血戰 在6月9日 習對青海省委 省政府官員發表講話時 要求港大黨員 幹部 鐵心跟黨走 狗死而不悔 有評論指出 習這句話 暴露出其內心深處巨大的危機感 這個等於是說 中共已面臨狗死之地 很多黨員 幹部 棄中共移去 習說腐敗是中共的最大威脅 這句話沒錯 從習在2013年1月開始反腐打虎 到2021年6月 暴露出中共腐敗問題 觸目驚心 已達到人類歷史上登峰操擊的地步 無論中國歷史上 還是世界歷史上 都找不出一個比中共更腐敗的黨 至今 習查辦了520多名副省級及以上高官 而這些中共黨政軍最高層的嚴重腐敗分子 都是誰提拔重用的 答案是 前中共獨裁者江澤民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也都說 江曾是中共最高層嚴重腐敗分子的 總後台 任何一個有常識的人 都能夠很清楚地看出 中共真反腐打虎 必須查辦江澤民 曾慶紅 必須查辦旗子 指江棉衡曾慧 但為什麼習看不明白 想不明白 中國古語說 一頁帳目不見泰山 對習而言 這個頁是什麼 就是江澤民 曾慶紅 安插在習身邊的親信 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共意識形態總管王胡寧 給習慣的馬列主義迷雲湯 馬列主義是什麼 不管那些被稱為馬列主義理論家的專家 寫了多少萬篇文章 出了多少萬卷書 其實就三個字 假、惡、鬥